那这个病人是这边刚入院的 他从普通病房转到这儿 大小便没事 我跟你说啊 你不要有任何顾虑 都是女孩子没关系 没事的没事的 你现在千万不要有顾虑 现在在这里没有女孩子之分 只有护士和战士 早吃 早吃 你可以看到不停的有人在哭 说实话在这里我们 一直处于高强高兴奋的状态 这是烈心的一个传染病的情况下 那很多护士内心 看到我们护士都能够 一定能这样去做治疗 我相信护士会放下的鼓励 全身自己的肌肉在战斗当中的 还没走啊 还没走啊 太好了 太好了 一会再联系啊 好的 这一会儿呢 我们这种群呢 更深了 哈哈哈哈 好好好 一会儿 一会儿 好 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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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这个病人呢 全部很喜欢他 他在我们跟随我们 大家就放心一大机 他就是我们的 那的绳索 他不在跟随我们 这种绳索 哈哈哈 给了我们力量 这种东西来看不见了 嗯 然后就好像一把四个小时 一直这样这样 勾着腰一直看 然后就背痛了 背和腰还有紧致 就已经不行了 四个小时下去 到了武汉 每个人都是勇士 而且都很敬业 前两天我问过我们何老师 我说你想当英雄吗 他说没想过当英雄 嗯 就是在这个杆位上 尽责把我的工作做好 就是跟我老师 知道了 这都没关系 曠尼